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英尼爾在 讓我們歡迎特別的來賓Lawrence 哈囉 大家好 我是Lawrence 許有見心 好 我想問你一下 因為你是畢業於酒店經營嘛 為什麼會想要走音樂這條路 就是突然移 酒店經營喔 應該是頭腦少一根筋吧 為什麼 因為好像中學畢業之後好像在讀書這方面 家人一定會讓你循規蹈矩的 就可能你小學畢業 中學畢業 然後就當然希望你能讀大學是最好的 因為大家都說讀大學你當然才可以找到好工作 找到好薪水 好 那我就順著爸媽的意願好 我讀大學 可是大學我就一直在猶豫到底是什麼科系最適合我 因為我本身真的很不喜歡很沉悶的工作 很沉悶的科系 好 我就選擇酒店管理 沒有想到酒店管理系還是蠻沉悶的 然後結果呢 就感覺畢業之後還是在找工作的時候還是覺得 還是很想完成自己心理的一個小願望 因為其實在讀書過程中一定有喜歡偶像嘛 可是我的偶像當然就是唱歌啊 歌手 所以我就想好像像他們一樣可以站在台上可以表演可以表現自己 雖然當時我很害羞 因為我當時三年前還或者是四五年前的我 就是總之以前我就好像你現在一樣 就是非常害羞 不敢講話 然後就什麼都不會的人 然後大家都沒有想過為什麼會從一個酒店管理系 然後就去跳去當歌手 大家當時真的嚇傻了 大家就覺得你為什麼會選擇這個工作完全不像你啊 可是就因為完成自己的一個小願望啊 就不然如果真的是一直這樣尋規道去活下去 然後沒有完成我自己的願望 我覺得我老了之後我覺得我會遺憾 對 所以我在畢業的時候我就找工作的單額就找到了這份工作 所以就一直到現在 所以其實酒店經營不是你想心中所想要的 嗯 可以這麼說就一半一半 就好像就為了讀而讀的感覺 所以我就還想說好像台灣的科系很多啊 好像有表演藝術系 可能還有烹飪還有其他有的沒的超多科系 對 就很專注在你個人興趣方面 可是在新馬一代可能這些的科系的管道會比較少 所以我就先選了一個還可以接受的科系 就往那邊去發展這樣子 我想問一下 因為剛才有提到說 你就是蠻想往音樂這條路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你有沒有喜歡的歌手啊 或者是音樂人 好像小時候我特別喜歡SHE 知道嗎 對 我就還特別喜歡SHE 然後過後呢就喜歡徐家音啊 林又嘉啊 可能還有SHE當中的田復真 我特別喜歡一些文青類型的歌手 不然就是很可以帶給歡樂的歌手 因為你不覺得他們這些歌手都很搞笑 也有很文青的一面 然後在表演方面 還有在自己對音樂上的執著 還有一些自己的想法 其實他們都還蠻強的 有沒有特別喜歡他們哪一個作品 特別喜歡嗎 其實要講還是講不出來耶 我覺得每一首他們做的 他們能出到專輯 我覺得每一首首首都是經典的對來說 對 因為都是每一首都是相信他們都會覺得 是他們自己的一個寶貝 對 所以我覺得 要選的人選不出來耶 我真的很難選 很難選這個 對 因為每一首我都覺得是好聽的 不過看你剛才的回答 就是你喜歡的好像都蠻 算蠻是新生代的歌手這樣 對對對 都還 都是在我中學時期的時候 把小學到中學時期的一些偶像到現在的 就其實我們是同一個年紀啦 對 差不多 就是聽的都一樣對不對 對對對 都差不多一樣 可是你喜歡的就是我喜歡的這樣子 那我想問一下為什麼這次會特別來到台灣呢 這次呢好像在 我前幾天才來到台灣喔 就為了錄製瓜哥的節目 就 終於完 終於大集合 對 終於完 終於完就是憲哥的節目 希望有機會可以去上 對對 當然還是可以上啊 因為本來還可以敲到更多 可能因為時間上的配合不到 所以就沒辦法 然後還有再錄製歡樂之多心 所以這兩個都是胡瓜的節目 然後就第一次來台灣錄製 綜藝節目 所以心裡還蠻興奮的 聽說還受了傷 對 好像就前天就 玩遊戲的時候就不小心跌倒了 因為自己我的運動神經真的很差 因為我小時候就是 你都說我就是害羞的嘛 然後害羞也不喜歡 殘忍 就不喜歡跟羽人活動 然後也不喜歡運動的人 然後就小時候也是一個胖子 胖子 對 我小時候是一個胖子 就不喜歡運動 然後就是 感覺就是 只要體育課我就是不喜歡上就對了 然後每個朋友就知道 體育課他就是在旁邊啦 你旁邊 只知道體育課旁邊就是肥胖虛 就是乘涼區這樣 對 乘涼區 就體育課你就看到幾個胖子 就坐在旁邊 就不想動的這樣子 然後小時候就還有哮喘 所以就是 就完全不喜歡運動 對 就跑跑一下就喘了一個不得了 然後就 慢慢長大了過後 就還是有在追溯 一些運動自己也瘦下來了 就慢慢到現在這樣的狀態了 因為有哮喘會不會造成 就是你活動上一些不舒服啊 或者是一些困難 目前啊是沒有了耶 因為已經 很久已經沒有再復發了 感覺就是一直在維持在運動的狀態上 然後你的哮喘就不會一直發作了 嗯 那我想特別問一下就是有沒有 為什麼會想要突然做網路這一塊 網路這一塊嗎 其實網路這一塊呢 是我們公司安排的 就好像我們在新加坡 其實我一開始我是以歌手 對 入行的 然後可是在歌手方面 因為如果沒有自己的作品的話 會被觀眾朋友遺忘 所以我必須想出另外一個道路 所以老闆就跟我們一起配合 然後就一起想出要主持一些網路節目啊 可能美食節目還是訪談節目 就希望也是透過各種廣道 介紹各種美食各種事物 然後介紹各種藝人 對然後就讓大家知道我們 然後也順便宣傳大家這樣子 就互利的一個廣道 那有什麼讓你印象比較深刻嗎 就出道以來的小 就是比較印象深刻的 好印象深刻的應該都是哭耶 蛤都是哭 好像剛剛我可能跟你聊天的時候 可能我錄歌的時候被罵哭 然後第一次表演戶外表演唱歌 因為經驗不足 然後像你這個年紀的 然後傻傻的 然後在台上不會唱 不然就是走音 還是唱錯段落 然後自己很恐慌 然後下台的時候 馬上立馬被老闆罵慘 我當下真是淚流不止 然後周圍還有一些粉絲 我真的當場真的 被老闆當著指著面罵 當場罵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一個新人啊 新人就是會面對這些東西啊 好像錄製節目 如果你不會表現的話 也是會被罵 所以就這些 而且我覺得我最難忘的點 應該是在這些點上 有沒有曾經因為被罵 然後想要退出 或後悔進入這一趟 一定有啊 我好像 頭幾年的時候 剛入行的時候 被罵 一定會遇到超多挫折的 我每次回到家 我壓力 真是壓力山大 每次回到家 一放工回到家 關起門來 還是洗澡的時候 一想到這些經歷的時候 真的會默默流淚耶 好像有時 我都會跟我媽媽訴苦 然後我真的是 跟她分享分享 都會流淚 不然就是她 也是有看過我被罵的場景 所以真的是 必經之路啦 只能這樣寫 那要不要談一下 你這次新作品 新作品嗎 它在前年 我第一年出道的時候 就有一首單曲 叫《幸福劇本》 然後就相隔了 將近兩年多 就還沒有作品嘛 可是 公司是說 這今年啦 今年應該會推出 另外一首單曲 所以可以期待一下 可是 還在籌備當中啦 所以現在還不能說這樣 好 那因為你滿喜歡唱歌的嘛 可不可以小唱一小段 就是 你的幸福劇本 我自己一首嗎 我怕你們會不會 呃 蓋這兒都不想聽 真的想聽 真的嗎 好 那我就來唱一段喔 不然觀眾可能就要聽我唱歌 這可能不太好 那我就唱一小段 我幸福劇本的一段副歌 好 我要送你一首最美的情歌 旋律在你我指尖拉扯 輸影上的觀眾輕輕哼著 唱出他的喜怒哀樂 你的笑容燦爛是如此美麗 你流淚時候我會心疼 在你微笑十分鐘下一個吻 寫下幸福的劇本 我想最後問一下有沒有什麼話想要對那個粉絲說話 最後嘛 就想對大家說謝謝大家這幾年來的支持 因為其實粉絲們的支持對我們藝人來說就是最大的動力 因為不然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忙些什麼 如果有藝人 有粉絲支持你的話 藝人會覺得 我其實我做的這一切 其實還是有人看得見的 就覺得 我自己的作品至少被看見 有被認同 這就是我的動力 所以我相信 未來會有更多人會支持我 更關注我這樣子 你們就是我的動力 好 那這次就非常謝謝Lawrence來我們節目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好